Hello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上期讲了刚入职的你需要知道的关于41K的全攻略 那么本期均匀来分享 要离职的你需要知道的41K全攻略 其包括 1.你的41K会何去何从 2.你都有哪些选择 3.不同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4.你可以拿走多少金额 第一个问题 你的41K会何去何从 首先君要给大家打一支强心针 无论你是离职 换工作 还是公司倒闭 被合并或者被收购 根据联邦法律 你的41K它永远是你的 它既不属于公司 也不属于基金公司 更不属于政府 所以它不会就那么没了 这个你大可放心 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选择 很简单 其实你的41K只有四种选择 A.光在原公司不管 B.将原公司的41K转到新公司的retirement account 这可以是41K,Simple IRA,SAP IRA等等 C.将原公司的41K转到自己在外面开的rollover IRA D.完全变现取出 下面静静将把四个选项逐一分析 告诉你不同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A.放在原公司不管 看起来是最省事的方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这个方法真的是后患无穷 因为大家一辈子只换这么一次工作的几率实在太小 所以当你换了五六次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你有五六个账号需要管理 到时你会发现它真的很麻烦 除非你原来的公司选的基金公司不错 里面有很多好的基金 否则为了省去以后不必要的麻烦 劝大家还是选择别的方法吧 B.将原公司的41K转到新公司的任何retirement account 也就是说即使你的新公司提供的不是41K 你也可以转 这里放上IRS官方发出来的图表 看看哪些账号可以互相转 并且有哪些限制 建议我们现在在讲41K 那么我帮大家把41K圈转 我们可以看到唯一有限制的 就是traditional41K转到simple IRA 需要等上两年 比如你在2019年1月1日开了traditional41K 即使你是在2020年6月离职 你如果想要把旧的41K转到新公司的simple IRA 最早的日期是2021年1月2日 在那之前你可以把旧的41K就留在原公司 选择这个B选项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要的当然就是新老账簿合并更好管理 如果新公司也是41K 然后他们的基金又很不错 那么B也是一个好选项 另外如果新公司提供41K loan的话 这也是一个好选择 如果你看了君君的上期视频 应该还记得 如果在59岁半之前 把钱从retirement account里面硬取出来 是要完全缴税 并且交10%罚金的 而且每年它还有严格的存放上限 不可能让你随随便便硬取出来3万 等明年有钱了再把3万放回去 但是如果你的新公司提供41K loan的话 就不一样了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在59岁半之前 以贷款的方式取出来 不用交税也没有发金 而且等有钱了还能放回去 因为能借多少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取决于你账号里面的金额 所以两个41K合显的金额会更多 能取出来的金额也会更多 这样呢 在你困难的时候 除了银行之外 你就给自己多了一个选择 C 将原公司的41K 转到自己在外面开的Rollover IRA 可以说这个方法是最常用的 因为这个账户 可以将你所有的旧retirement account金额 都放在一起管理 另外任何结尾叫IRA的retirement account 都有更灵活的投资选择 打个比方 如果说41K是做选择题 那么IRA就是做天空题 41K通常会给你10到20个基金供你选择 你可以选择一个也可以选择多个 而IRA直接给你个搜索光 你可以选择买股票债券基金等等一系列投资 所以当你有了IRA 你可以选择自己做research 设计出自己的投资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请投资顾问 帮你做其他更高级的投资 D 完全变现取出 这是一个大家尽量避免的选择 除非你想离开美国从此再也不回来 否则尽量不要选择变现 主要原因就是 如果你在59岁半之前强硬变现 需要缴税也不少 还有10%罚金 与此同时你还失去了一个有省税福利的长期投资 这就得不偿失了 好了 以上就是四个选择的红与黑 他们没有绝对的对错 你只需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选择对你最有利的就好了 最后我们来到小伙伴们最关心的话题 我到底能拿走多少金额 大家不要怕 你自己存放进去的金额 你是全部都可以拿走的 但是账户里面公司给你存入的match可就有说法 还记得上一期君君讲的 开41k账户之后的头等大事 是搞清楚公司的match吗 这一期君君告诉你 在离开之前 你可能还需要搞清楚公司的vesting 白给的match的确是瞬间到账为错 但是这个vesting schedule 决定了你能拿走多少match 其实vesting schedule就是想留住员工那种方法 而不同公司有自己的vesting的设定 以下三种就是比较常见的 一 immediavesting 立即式的 这个对员工来讲是最棒的 也展现了公司的豁达 因为这个设定是无论员工在公司待几年 都是百分百vested 也就是说无论员工何时离开 都是可以带着全部的match离开 二 Gradedvesting schedule 阶梯时 一般如下 也就是说如果员工只待了一年就离开 他只能拿走自己存进去的金额 而带不走任何match 如果员工待了两年后离开 他除了可以拿走自己存进去的金额 还能带走百分之二十的match easily 因此员工起码要待满六年 员工才能带走所有公司摆给的match 三 Cliffvesting schedule 断崖式 一般如下 你没有看错 断崖式 需要员工待满三年 才能拿走所有的match 否则一分摆给的match 你都拿不到 其实当你去意已决的时候 搞懂这个vesting 也然是没什么用了 毕竟当新的机会来临时 或者觉得这一行根本不适合你自己的时候 就应该当机利盾离开 而不是多待一年拿到更多的match 沉迷于subcost 沉没成本 君君只是希望大家知道 当你离职的时候 你的Full 1K价值 可能没有你看到的账户里那么多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内容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